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咱们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风俗一样 讲究踏青游坟 但是回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要吃要喝 借着这些人呢是玩去 踏青游玩是这么个活动 这李酒厂也不例外 带着家人出来了 找干净的地方 就在道旁有草地 把席子铺上 把自己拜的这些个菜 酒都拿出来 跟几个银几个 席地而坐 把这道旁这么一坐 推杯换展 那么大家伙这正吃着 这正喝着呢 一酒厂一看 小线 他带着家人呢 像吗 二像吗 他带家行二 您看见没有 就是清明节 您知这小线饭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这就是孤魂野鬼 您看 晴天博日 不能现行 就挂成这么一股小旋 打这锅 这小旋 是鬼 说着话 李酒厂 跟着这么一盅酒 他给这旋 做一一 家人一看 二像的您干嘛呀 刚才你说了 怪可怜的 打咱这儿过 咱哥几个银几个 好的没有吧 这不有几个菜 有点酒吗 我敬他一杯 说着话 这小旋饭 就停到 他们主府面前了 不挂了 可我没散 你看没有 听得懂 我真可以没 辛苦 怎么想出这么一句 这个 八百天的 您打这儿过 怪累得哄 我听他们跟我瞎聊 说小旋饭 八苗不收 小摩不流的野鬼 我好的没有 您看有几个菜 我这儿有杯 残酒 您别嫌弃 我敬您一杯 说着话 万那小旋饭上的 这么一泼 您再瞅 这股小旋饭 原地这么一把段 可就把这杯酒 给裹进去了 紧跟着 挂走了 你看 喝了我这杯了 怎么见得呢 你看 这地上不湿 我这一杯酒 要是 喝过去了 都撒在地上 那是人家没收没喝 你看 这您还 真信啊 什么话你们说的吗 来来吃吃吃 喝喝喝 大伙说说笑笑 挺高兴 可实际呢 这位李二相 李酒茶 这酒稍微有点过量 第二天 大伙再跟他聊天 开玩笑 跟他说这事啊 他自己不信 昨天我给小旋饭 敬了一桩 什么小旋饭 别鬼 还喝了 能有这事吗 他不信了 大伙说 你都瞧着呢 哦 大概呢 他也没往心里去 有这么一天啊 他出门办事去 走到这个半路上啊 他猛然间一抬头 看路北啊 有这么一所宅子 一看这篇宅子 好 可说得出去 一眼望不到底 几近的大院子 广亮大门 这门楼喝家 我这宫店 你知道 他这啊 心里一琢磨这宅子 小父可我站住 咱来顺这门口啊 走过去了 他又回来了 他往这八字照顶 你跟你想这么一站呢 他瞅这大门 他这正出神呢 小门开了 大门关着 小门一下开 出了个青衣人 把这小门一拌 顺台阶 蹬蹚蹚就跑下来了 过来 叫给李二相公请安 是李二相公吗 是啊 你是干什么的 来来来 您请吧 跟我进府 正等着您呢 别忙别忙别忙 什么我就进府啊 这谁这 还你们主人请我 过了这家 是让你请我吗 您是李二相公 不说 是啊 李九茶 本地人 能叫出我名的了 啊 我就是李九茶 那就错不了了 目前带路 您请吧 这就 到了 等着您的 您忙别走吧 来来来 我陪你 半餐半假 喝这个 毕恭毕敬的这意思 上台阶 在门槛 进来了 赶到人家院子里 一看 太广阳化洞 游廊化廊 人这屋子 前竹廊后出杀 五几六寿 这房子 比宫殿 一点不自 哎呀 谁这 这是 废脑子 还请我 还能叫出我名字 进去就知道 大家伙 庸庸庆处 众星捧月的相仿 捧着李九茶 往院里头走 把一进二斗门 那 坏了 怎么 二斗门 双扇门 单扇开 是关了一扇 开了一扇 怎么 关着的这扇 上面盯了一人 他也说 钉里人 这个人 被 紧靠着 这二斗门 这手 这胳膊 把打钉子 这钉在这二斗门上 跟着张冷 整个这人 是联帅 带兵 带流血 就快死了 李九堂一看 吓一跳 什么地方 晴天博日 朗朗 常坤 在这身宅 大院 动用 飞行 戏一看 啊 啊 这个女子 分开自己的法地 也就长 不看 则可 定睛 仔细 宽 瞧 被游 则大 吃一惊 这个女的 他认 这不是我嫂子吗 什么人大胆 把我嫂子 给钉在这儿了 他这一想 啊 坏了 我嫂子要在这儿 我们家 只不动出夺的事了 嫂子急 我哥哥 还有我哥哥的小气 还有我小嫂子 还有直男忘女 这别都在这儿了 他们再把我给装了 把我的礼仪 一网把劲了 这个心里不一含糊 天也搭热 汗也下来了 腿也哆嗦了 磕膝盖往后段 腿路的往前段 这腿要抽筋 站在这儿 还就觉得 身子沉往下 直堆一会儿 轻衣人过来 赶紧就掺脱 哎哎哎哎呦我去靠了 怎么了二相伯 怎么了 他拉手指上 嫂子可说不话了 您这您 干嘛 我们家主人请您喝酒 您怎么乐成这样啊 走走走 没管他 一嫁他 卖门槛 进二都不得嫁进来 李九堂这会儿真是 有苦说不出来啊 眼泪他这下来 要干嘛 赶进来这二的院门再一看 好呀 这后边是一层大殿 跟庙里的那福殿一样 李九堂都寒了心了 这只不就用什么刑法 治我呢 我是好人呢 我是正直之人呢 怎么有此下场 谁说正直之人就有好下场 我招谁惹谁了 我跑这儿来了 哎呦 嫁子可就直接进了店了 偷偷的往那店上 一朝火 好不森严的 一个大叔啊 后边一把大跤椅 上面端然稳坐一个人 头戴王帽 身根猛堂 腰横欲带 聚暗而坐 往脸上一看 喝 相貌堂堂 浓眉大眼鼻指口证 海下三流的莫然 真有样 李九长一看 这就到地方了 突突往这儿一跪 小民 李九长 去见过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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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千岁 那个说怎么叫王家千岁 他琢磨这位是个王爷 岸上这个人乐 哈哈哈哈 一旅海下的三流莫然 李九长 他 该 说话声都变了 不要害怕 来 将李二相公掺起 厕所 是 李九长 别害怕 你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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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什么屎 二相公 不认识 在田野间 道路旁 雷电 雷电 就是敬我那酒 寄我那么一杯酒 啊 我 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泼那小旋风一杯酒 您 提的是这哪是吗 啊 对呀 我就是小旋风 不认识我吗 哎呦 我这是何邦神圣啊 小民无知 您您跟我说实话 跟你说实话 坐稳了 别害怕 咕 还真是没玩意 无敌 严罗冤的 啊 严罗 哎呦 你掐嘴 生疼 一转转给自己嘴巴 脸都麻了 这不是做梦啊 怎么大白天的阎王出来了 我听说 您们这些人 不是怕见阳光吗 这大白天的您就出来了 还有人说我长得像暴凶恶 你看我像暴凶恶 你看我手底哪有牛头马面 不是那么大事 你敬我一杯酒 我很想你 那天呐 我走着走着 清明节那天 把我累了 正可爱 你敬我一杯酒 我打算报答报答你 没别的 甭害怕 请你吃顿饭 喝点酒 咱们聊聊天 先不忙 吃饭喝酒聊天了 我问您点事吧 二等门门板上 盯着一个妇人 我瞧那个面貌 仿佛是家嫂 不知道 阎王爷 是不是 是啊 二等门板板上盯的 正是你的嫂嫂 不知道家嫂身犯何罪 绿犯哪条啊 爷们爷拎了人家 把他盯在那儿去了 他哪儿错了 错非是我呀 爷人也不知道 你有个小嫂子 对吗 对呀 我哥哥李大相公 有个小妾呀 三年前 你这小嫂子 生产的时候 是盘肠而产 这生孩子 连肠子一块 出来了 生了个男婴 那么你这个不嫌良的嫂嫂 动恨在心 他就有一只 绣花的短针 暗暗的刺在你的小嫂子 肠子上 有收生的人 脚断的期待 把这孩子 给生下来 他就把这肠子送回去 可就带着这截针 一块送回去 这三年来 你的小嫂子 时常到肚子疼 总也治不好 有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 您这么一说 还真是 我这小嫂子 天天捂着肚子 来回 疼得在床上打滚啊 找不着病根啊 就是 他 二等文文版上 定的这位 这人肠子上 扎以估计是真的 丧尽天良 汉度之父 我能轻饶了他吗 所以 我把他拘了来 在这儿让他受罪 听到这儿 李久常明白了 现身离祖 一辽宝朽 扑通通 跪在殿上 口尊严均听真 学生 我有一不情之请啊 不必客气 平生讲话 是 看着微微多里多嗦 我站起来 看在学生我的 博面之上 我与阎君 您有 一面之缘 能不能把我这不贤良的 嫂嫂给淘了 回去 我好好说说他 不让他这样的 不就完了呢 但愿如此吧 我看在君的面上 我看在君的面上 是焉能 轻饶 来 既有焰百下 慢 学生心中有事 不敢讨饶 改日过苦 道次 请严君 放学生 回家 既然如此 不 我也不 申留你 送客 严肯爷 一白手 送出来了 临出二道门的时候 回头啊 往二道门板上 看了一眼 钉着还在那 钉着 血迹还在门板上 人已经没了 一直送出大门外 身后的 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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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把人被削了 自己跌跌撞撞 是如在梦中啊 赶紧回家 三步兵坐两步走 两步当作一步行 到家了 直接进内来 到内来 上房屋门口一听啊 好家伙 嫂子正骂街 骂谁 骂小嫂子 李九成推着门一看 嫂子半躺半卧 床上有席子 天热 搬在他这胳膊底下呀 垫这么几层白布 全都阴透了 又是血 又是蒙 这胳膊就不见好啊 怎么上药 都不管用 但是躺在这儿 没法挑的眼睛堵着 腮邦的堵着 大头喘出气 骂街挺来劲 这小嫂子 那站在门后 大气不敢出 吓得只哆嗦 这种听训 啊 干嘛呀 气死我呀 气死我 你们好一夫一妻的过日子 甭想 想下了你的心 告诉你说 想把奶奶我气死 我不死 我活着我好好看看你们 大清早就气我 问我喝水不喝 我是想喝 我是不在想喝 我山西方的一喝喝 又喝水了我 撑心气我 一口水没喝呢 问我起不起床 我是想起 我是不在想起 破风的我起不来 我又起床了我 撑心气我 我这不愿我起得来吗 我啊 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你那个心就就是把我给放死 好把你扶了正 我偷死 我把你卖到窑子 你也甭想那样的美事 连说带骂 连哭带嚷 我说比他利索 为什么他这胳膊疼呢 他一边骂一边只抽的 这儿咕噜咕噜往外冒血 您说说 他还骂 李二相公进了一趟 小嫂 您 回避回避 我跟嫂子有两句话说 其实啊 他哥哥这小气都快站不住了 为什么 这肚子腾的劲又上来 拧着他 您琢磨 那肠子上扎一截 真的能受得了吗 借着李二爷进屋 用手一捂肚子 没敢圆影 侧身顺门缝挤出去了 别骂 我让他走了 老二爷 气死我了 干嘛呀 好的 这些日子 您闹得也够瞧的 真得说咱们李家家宅不宁 鸡飞走跳 什么意思 我们当小叔子的 按说不敢说嫂子 可闹的这份上 我说您两句 您爱听不爱听的 我也得说 他一没刀 您二没惹您 每天非打即骂 这样好瞧是怎么的 您不顾脸面 还得顾我们礼节的脸面 再得说了 您身上 就不合适 胳膊上有伤 老不见好 净得我们怒气 因为您那个身体不利 嫂子一听 哎呦喝 昂耳喝 这茬可老点 行啊 二叔 您家里头 有温良贤惠的二婶 允许你东家去宿 西家去眠 整醒的不回家 还是不闻不问 那是你的造作 是你们李家的门锋 他不管你啊 你认便宜去吧 别吃饱了 闲得没事吧 上奶奶我这 无来胡说八道 哦 当时你哥哥 想死我来了 你也想加了心了 我骂他是好的 和大的是便宜 买钱急了 奶奶我 我脖子上吊 你们一家的 给我低偿醉命 几句抢白 和李二爷脸上说的 清一阵白一阵 不由得 恼羞成怒 嫂子 你办的那些事情 你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呀 我要说出来 大家脸上都不好瞧啊 这一句话 大奶奶可不干了 用手 把他胳膊底下 建的这几块布 一包自己的胳膊 一抱自己的残力 一挺身 顺床的呼噜起来 干嘛 怎么着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李老二 把门打开 上当院散去 买着我给你挑的锣 咱们扇的锣 让着 我倒听去 自当你们里的门来 我做过什么事情 对不起你们里的哥们 说出一来我认 一说出二来我认 二 说得出来讲得清楚 我认罪无法 七处之条管的我 说不出来 讲不明白 李老二 李老二 嫂子我就拍脑子送你 说着话 网国就欺负 本来他身上 就有伤 疼得他 嘶嘶歪歪 憋憋撞撞 过来就撞羊头 李九常是忍无可忍的 用手一支他 压低了声音 真是人长 一盒罪呀 拿针刺人的肠子上头 这算什么罪呀 就这一句话 您带头李氏的大奶奶 嗷嗷这么一嗓子 喘一下 又穿回床上去 往这背后 就我一靠 嗷 二爷心话 你挤得我说出来 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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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 还拍脑子送过呢 嗷嗷 二叔啊 撤翔来 做什么 你是从何不知啊 这个事情他自认为 做的是天之地之体之 居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这二叔他怎么会知道这档的事情 我简单的跟您说 我有个朋友 谁 阎王 哎呀 二叔交集不窄呀 阎王爷肯定是朋友 我们怎么交的朋友 您就甭管了 是这般如此如此 这般是不是您办的 哎呀 嫂子扑通一下 跪在床上了 蹦蹦蹦 可想头啊 二叔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嫂子我改 血泪两行 赌天咒地的这么一起事 嫂子您好自为之吧 李九常出来 打这往后起 这嫂子真改了 到最后变得一个贤淑之人 十几天的功夫 胳膊好了 一直到了很多年以后 李九常的小嫂子又怀孕 跟上次一样 还是盘肠而产 特意 李九常跟这个收生吻坡说 肠子上要有针 你得起下来 针板人在那儿是插着呢 收生的吻坡把这针起下来 这样 小嫂子的这个病 这个肚子疼 从此才算好 这正是 游春内殿 在道庞 谁想 巧遇 是阎王 阴桃又见 汉渡腹 才知小嫂 针刺长 谢谢大家